天父的慈爱 圣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圆灵和性命同在 大家早安 全部早安 希伯拉人受了埃及人的迫害 他们向天主呼喊 天主也听到了他们的声音 听到了他们的呼救 就派遣了美色 他先照着美色 以后要派遣美色去救他们 我们可能也是一样的 受了许多的苦 但是我们要相信 天主不会忘记我们 现在我们大家忍醉 准备我们的心 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我向全能的天主 和各位教友 承认我四眼心理上的过失 我罪 我罪 我的中罪 为此恳请终生同真圣母玛利亚 天使圣人 和你们各位教友 为我祈求上主 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催恋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请大家祈祷 天主 你常以真理之光 照耀彷徨歧途的人 引导他们 反悔正义 求你使我们信仰基督的人 都能寻求真理 凭其一切有入信仰的事物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 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 祂和你其圣神 永生永往 阿们 公读出古祭 那时候 梅瑟为他的岳父 米德阳的司祭 耶特洛放羊 有一天 他赶羊 到旷野里去 来到了天主的山 和乐部 上主的使者 从荆棘 从的火焰中 显现给他 他远远看见 那荆棘被火焚烧 却没有烧毁 他想 我要到那边去 看看 这个奇异的现象 为什么荆棘 不会烧毁呢 上主看见 他走近观看 便从荆棘从中 叫他说 梅瑟 梅瑟 他打说 我在这里 天主说 不要到这边来 脱下你脚上的鞋 因为你所站的地方 是圣地 又说 我是你父亲的天主 亚巴朗的天主 伊撒格的天主 雅各的天主 梅瑟 怕看见天主 就遮起脸来 上主说 现在以色列子民的哀嚎 已到达我面前 我也亲自看见 埃及人 加给他们的压迫 所以你来 我要派你 到法郎那里去 率领我的子民 以色列 离开埃及 梅瑟 对天主说 我是谁 怎敢去见法郎 率领 以色列子民 离开埃及呢 上主回答说 我必与你同在 你领我的子民 出埃及以后 要在这座山上 崇拜我 这就是我派遣 你的凭据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上主赋予人爱宽恕 上主赋予人爱宽恕 我的心灵 请歌颂上主 我的母内 请赞美她的圣灵 我的心灵 请歌颂上主 不要忘记 她的一切恩宠 上主会人爱宽恕 她赦免了 你所有的罪行 治愈了 你的各种病症 她救你脱离阴间 给你加上 仁爱和慈悲的荣冠 上主会人爱宽恕 上主行事正直无比 为被奴役的人 伸张正义 她向梅瑟 启示了她的旨意 向以色列子民 彰显了她的伪迹 上主 其人爱宽恕 哈利路 哈利路 哈利路亚 赞美天主 父啊 天地的主宰 我称谢你 因为你将天国的奥秘 启示给小孩子 赞美天主 哈利路亚 赞美天主 哈利路亚 赞美天主 哈利路亚 公主 公主圣马都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 耶稣 发言说 父啊 天地的主宰 我曾谢你 因为你将这些事 满足了智慧 和明达的人 而启示给小孩子 是的 父啊 你原来喜欢这样 我父将一切交给了我 除了父外 没有人认识子 除了子 和子所愿意 启示的人外 也没有人认识父 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大家平安 平安 记得我在芝加哥 与一些同学 一起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在课堂上 老师带领我们 要看圣经里面 有的圣经里面 是耶稣所讲的话 有一些 可能不是耶稣说的 他们有一些的标准来看 来判断 来分辨 哪一个是真的是 从耶稣的口说出来的 哪一个是 从其他的来源 那这个其他的来源呢 比如说是 圣经作者 那个福音 圣诗 他加了一些的 一些的字句 或许不是圣诗 是团体 早期基督徒的团体 他们加上了一些 这些可能不是 处置耶稣的口 比如说在 马尔古福音 耶稣复活之后 耶稣显现给妇女们 那这些妇女们 他们害怕 以后就离开了 什么话都不说了 后面的 在马尔古福音里面 还有耶稣显现了 耶稣讲了很多很多的话 那从这个圣经学的角度 说这个应该是 早期基督徒加上的 加上去的 这个应该不是 马尔古他写的 是后来加上去的 所以这些的 是一个例子 在圣经里面 我们去读的时候 就开始问圣经里面 是哪一个是 来自耶稣 哪一个是 是团体加上的 一切都被要问 被问 这个是真的吗 这个是吗 这个是吗 我们在读的时候 我记得有一个同学 那这个同学就说了 他说 我想念 我想念一个时期 我说你想念 是什么时期 我还没有来读书的 那个时期 还没有来读 圣经的这个时期 那时候我读的 全部来自天主 我相信 这些话是来自耶稣 那现在呢 好像我的信仰是 被 被动摇了 要怀疑 每个字句都要怀疑 在今天的福音 耶稣祈祷 其实耶稣 他看到前面 他经历了 有一些的经验 以后呢 到了今天 他就祈祷了 父啊 我感谢你 我感谢你 为什么 耶稣说感谢父呢 是因为天主 把智慧 隐瞒 给这些 有智慧的人 他把 歧视 把这些的 歧视 给 小孩子 给这些 没有高贵的 知识的人 好 从耶稣的祈祷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在天主面前 有两种人 第一个是 知识高德 那这些 知识高德 是他们 批判了一切 他们看到了 他们会问 这个是真的吗 这个是来自天主吗 是真的 天主是慈悲的吗 天主是仁慈的吗 他们可能是 对天主就 有很多 很多的 疑问 他们不只是 对天主 有许多的疑问 他们甚至 可能会拒绝 他们无法 接纳 无法接纳 耶稣的教导 那另外一种人 就是这些 他们知识不高的 这些一般的人 他们一听到了 耶稣 他们的心里面 是充满着热火 那这个热火 就要来接纳 来聆听 他们相信 耶稣所做的 他们接受 他们接受 所以有这两个 不同的人 我们看到了 这两个不同的人 我们问问我们自己 我们是属于哪一个 有智慧的 批判一切 我们要怀疑一切 怀疑一切有关 天主的 天主的人事 天主的爱 我们要怀疑 或许 我们就是 那简单的 很谦虚的 可以聆听 可以接纳 可以相信 耶稣的话呢 问问我们自己 我们是 属于哪种人 现在让我们把 今天的其他的一项 一起奉献于天主 天主 我们把今天的 全部生命 奉献给你 请你指导 我们的思想和原型 使一切都增加 你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传播 天主 愿你以生存 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取耻 皆以你的旨意 为全身 求你帮助我们 全心 全灵 全意 全力 下爱你 我们决意 把个人今天的一切 苦乐 崇拜 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 所举行的弥撒 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生命 并被拯救世人 我们要效仿 正如王爷 其诸圣人圣人的法 一样 终身之事光明 天主 请以你的宠爱 沐浴我们的身心 也求你身于我们的父母 家人 亲友 其一切恩人 身于教会首长 国家领袖 及各地政府官员 使他们依照你的职地 为众人服务 全能永神的天主 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 求你把分之千的大会者圣神 庆祝于我们 其一切信有的心中 求赐我们敬畏 及宵爱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聪明 及刚义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 超见及明达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 最高的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 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天主 求你是一切信仰你的人 卷起成见 少除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 在各处蓬勃发展 求你使一切基督徒 走向同一步伐 并使尚未能受福音的 宝大人民 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 我们把一切 三千人的意愿和希望 交托在你手中 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为他们祈祷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显扬 愿你的果来临 愿你的执意 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 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先诱惑 但就我们免于凶恶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天的心灵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 圣子及圣神将服你们 阿们 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旅程你们去传报福音吧 感谢天主 你们先来寻求天主的国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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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切只会嫁给你 你的愿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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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